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Budelstrap5的视频 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有您的支持 我会一直把这个频道做下去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了 今天的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Budelstrap5的导入 今天我给您讲讲如何导入这个框架 是这样 咱们如果想在项目中使用Budelstrap5 那么第一步干什么 导入对吧 咱们导入 马上看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有两个方式进行导入 第一是下载导入 第二是cdn的导入 我这套课程 如果不出意外 或说如果不是必须的前提下 我基本上都会采用cdn的导入方式 比如说空间的使用 比如说网格布局等等 我都会采用这个方式进行导入 然后呢 如果说今后咱们遇到这个Budelstrap内部定制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不能够说用cdn了 咱们需要下载一个最新的Budelstrap的代码 然后呢 改变一些里面的内核的内容 然后咱们再编译成咱们自己的版本 这个时候呢 只能采用下载导入 一般的情况下 我都会采用cdn导入给您讲解哦 好 那咱们先手续 这个呢 是Budelstrap官网 有兴趣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上期已经给您访问过了 ok 然后是这样 关于下载导入方式 大家请看 我曾经做过一个视频 叫做什么Budelstrap5小式牛刀 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给您下载这个框架 然后导入 同时呢 导入了它的图标 好吧 有兴趣朋友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视频 ok 那么今天我给您说一下cdn的导入方式 就是下面这个地方咯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代码内容呢 不是很多 咱们先看看 一上来 这是一个html5的文档 对吧 然后呢 我用的是中文 对吧 zh 然后这是字符集 没有问题 这个是响应画面 没有问题 这行命令 大家请看 这行命令就是cdn导入的方式 它们会从咱们这个服务器 大家请看 从这个服务器的这个路径 取到这个版本的Budelstrap 目前咱们用的是α1的版本 对吧 今后如果出α2 出α3 出β1 β2 β3 rc1 rc2 rc3的时候 咱们在这个地方只要改变一下 就能够赢到最新版本的Budelstrap 好不好 所以说呢 咱们藏这个方式比较简便 要说下载之后 咱们突然间有更新了 咱们还得下载 就比较麻烦 对不对 cdn方式呢 比较简单 ok 比较适合做这个教学 然后是title没说的 接下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cdn的方式导入它最新的gs的脚本文件 这个也是必须 我上期跟您说过 这个地方应该用bundle版 这样会把它内部所有的插件库打包成一个文件 咱们统一导入进来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方式 ok 其他今天代码呢 就是简单的BS5的一个演示 确认咱们导入成功 咱马上开始吧 首先我在本地建一个index 我每期课程尽量三到五分钟 给您讲完一个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就是导入bundle setup5 把这段代码拷贝过来 您呢 在本地也建一个类似这样的html文件 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运行 是这样 我以前给您讲过 我这个地方开了一个webserver 然后呢 咱们从网友器能够简单的看到 对吧 今天咱们是第二课 对吧 点击进入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我刚刚建的这个文件 对吧 都进来了 对不对 如果您不信的话 我在这再加个数值 比如说 加个123 对吧 过来说 一刷一下 123 对吧 出来了吧 这个就说明咱们成功的导入bundle setup 为什么 咱们看 比如说这个按钮 按钮有这个成功的绿色 这是成功的绿色 对吧 然后上面呢 这个显示H1 显示H2的时候 大家请看 边缘都是零边距 对吧 这个是这个bundle setup5 自动给咱们调整整个页面的布局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导入成功 另外呢 咱们这地方我采用了一个叫做Danger危险文本 它是红色 所以这地方您看到的也是红色 同时大家请看 这个按钮的位置 我这还做一个unclick事件 就是说 当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会弹出这么一个信息框 咱们试一试啊 出来了吧 这个信息框 那说明咱们成功的导入了BS5 非常的简便 简洁 对吧 是这样啊 我呢 同时在开VUE3的课程 在那套课程里面 我会给您讲解VUE3和BS5 Bundle setup5如何搭配 在这套BS5的课程当中 我仅仅是给您讲解 Bundle setup5的一些个使用方式 并没有一些个编程的东西啊 如果说今后呢 可能给您讲到 这BS5的插件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Java焦本的东西 但是不牵着到VUE 如果您要想看两个 同时如何这个协同工作啊 其实您应该在看这套课程的同时 也看一下我VUE3的那套课程 好吧 推荐给您 OK 这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咱们呢 本地开一个文件 然后呢 通过CDN的方式 导入了Bundle setup5的两个必要文件 一个是CSS 一个呢 是它的插件JS脚本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我的这段大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您呢 下载在您的本地跑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